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说一下这个 欧盟第一大国这段时间真的不知为何那么大事 是不是因为这个贝尔伯克搞坏了呢 我觉得很搞笑 找一些左翼人士进入你的联合政府 貌似他们有些事情就不太接地气 令到你的人气急跌 令到你的执政困难 现在呢 是的 是不是要去风险化 他们当然想 不似预期 现在德国对华出口 是跌的 而且可以这么说再低迷 但是 对中国的依赖 是不是好像他们这样说 其实我觉得我都说依赖这个词 很关系的事 就不需要用依赖 是叫互相依存 那就是 我觉得 只要大家关系好的话 其实这个没什么所谓 万大事有商量 所以最好最好的事情就是搞好对华关系 好过什么对华去风险化 所以 现在德国最大事是什么呢 我们看数据也是说数据 就是 对华出口连跌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最新数据 2023年上半年德国对华出口份额 落下降到6.2% 是自从15年以来最低水平 相比之下 2020年 比例是7.9% 2021年下降到7.5% 2022年又落下至6.8% 即是不断跌跌跌 物額 今年前六个月 特贵 大概10%的出口大力 流向了世界最大经济体在美国 美国所以仍然是德国制造的商品的重要买家 领先法国、荷兰和中国 德国的出口 虽然它对美国出口多了 但整体出口也是下跌的 德国的出口是停滞的 但是对美国出口的额多了 德国又不见得德国经济好 德国经济的专家也陷入了死胡同 政治和货币政策看来 亦是有一些相关的错误 意味着 其实美国人已经将欧洲人 远远地抛在后面 我们之前也说过 欧盟国家跟美国比越做越缩 德国联邦统计局也说 6月份德国出口 只是有0.1%增长 在这 挺大话 是1313亿欧罗 当然 最后他们就说全球经济低迷 但是德国最重要的两大美国伙伴 中国和美国的经济 其实中国和美国的经济略有上升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清零政策结束 之前亦有很大的增长 但是现在当然经过了大增长之后 都是慢慢的 这样是慢了下来的 美国经济亦因为利率上升 以及预算案的增端 长期疲弱 所以虽然中国和美国都有 经济好转的趋势 但是对于德国出口商来说 这个好转是不够令德国的出口得到逆转的 随着国际投资者越来越多 觉得 欧洲也是危险 因为始终俄乌战争 经济亦都低迷 情况可能变得更大 金融时报也说 我们看到美国多次加息之后 但是需求和增长都是强劲 相比之下 德国为首的欧盟 增长的动力 比较疲弱 欧洲央行 犯了一个大忌 原来这个金融时报 就说加息泰国大幅度 他们就一样 你发现 欧洲人 可以说是大刀阔斧 但是这种大刀阔斧是很危险的 只可以 但是如果加息加得太大力 其实英国也是 但是英国 这个 抗通胀比较做得差 所以其实他这样做得 好一些 但是欧盟就是 欧洲央行就好像加息加得太大力 当然 他们只可以走回头路 防止是严重的经济衰退 德国工商 会就说今年上半年 德国对外贸易 是疲弱的 是极其疲弱的 他就说德国工业的 积压订单就越来越少 持续高通涨率 被出口型的企业 带来了压力 德国下半年出口的经济前景 依然 在乌云密道 毛利克经济研究所也说 严重依赖出口 的汽车製造商 和它的供货商的订单 现在减少 因为全球市场存在着不稳定性 汽车行业对未来几个月的预期 亦都是 观望态度比较大 而且 维持在低水平 这个 希望 另外 他们就说 中国有 就是令德国更加依赖他 这件事 你问一下冯德瑞恩 为什么做得不好 就是 原来 因为德国 都是要 更加多的绿色能源 原来 德国现在是对中国的 太阳能组件及原材料 是依赖很高 目前能源转型 如果没有中国 这些太阳能的原材料 和零组件 基本上不可能 所以现在仍是大量 需要用中国制造 冯德瑞恩不是说不息成本吗 不息成本 你会有那么多成本吗 不息成本 刚刚说大量 你能否承认得住 大量的不息成本 所以 我觉得就大事 最新的数据也看到 刚刚出路 德国6月份的工业产值 连续第2个月下跌 降幅1.5% 远远大于上个月的0.1% 德国经济报 已经警告 就说 虽然 需求上升 但是高能源价格 高能源价格 你没办法 你制裁俄罗斯 俄罗斯反制 就是高利率也造成了损害 工业产值 降幅大于 之前的 这个预期 之前就想着降0.5% 现在是降1.5% 也挺厉害 德国传统上强劲的汽车行业 其实5月产量是增加5.8% 之后就大幅下降3.0% 建筑业跌幅2.8% 也拉动了整个经济的下滑 就是这个行业的下滑 德国经济报也说 因为 受到大订单波动的强烈影响 虽然需求不断增加 但是 工业经济前景仍然是暗淡无缸 经济报也说 鉴于企业的业务 和出口预期低迷 目前没有 明显的复苏迹象 这个银行也是预测 最新数据就看到 再次说明了德国的经济停滞不前 这个可能是因为GDP出现 进一步坏消息的先兆 从昨天的数据也看到 第二季度国内生产组织GDP 增长停滞的初步预计 可能还会下调 这种风险已经 是有的了 另外他们的银行业也说 企业的气氛相当低落 表明了仍会持续的 不振经济要一段时间 澳湾战争就越来越长 能源危机也开始产生影响 带来更高的 通胀和利率上升 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 2022年底 不过俄罗斯他们自己统计出来的数据 说他们现在是第一大经济体 不是德国 欧洲我自己 2022年底和2023年初 德国是出人意料地 表现得差 陷入了衰退 德国联邦银行就预期了 2023年德国的经济是要衰退0.3% 从最新的数据都有一些积极的 一些积极的东西 就是他们另外一个 出名的产业就是制约业的产量 5月份下降了13.3%之后又增长7.9% 就推动了整个行业的 这些有些少增长 当然你说这些德国公司 会不会 不去中国投资呢 那当然是不会 虽然 这些 西媒整天就闹差这些德国的 叫做 企业巨头 但是 德国的化工巨头 在这个西方舆论压力之下 仍然继续敢投入大量资金 原来他们最新的 投资就是 巴斯库 世界第一大的化工厂 继续投资上海创新园 追加多数百万欧罗 之后也会继续投资 化工巨头 巴斯库 巴斯库再次斥资 就是 投资研发原区 但是不是在 德国的 路德维希港总保 也不是德国本土 是在中国上海 自从在2012年 巴斯库在上海创新园 投资了2.8亿 欧罗 现在 巴斯库是不是对德国 风险化 这个是 你的能源鬼 你做化工和制药 其实用了很多能源 对 当然 他们就投资了很多 更好感满足中国 和整个亚洲的客户 近期 巴斯库 在中国的投资 备受严厉批评 但是他们的 丫头 就说继续看好中国市场 他们的董事 会成员 兼首席 技术官 布伦拉 就跟 媒体讲话 就说 我们的客户 比 以往任何时候 更需要创新 解决方案来实现 可持续的未来 通过抗建巴斯库上海创新园 我们可以更快地应对中国和整个亚洲市场不断增加的需求 创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增强 企业自身实力的重要驱动力 也是成功的关键 巴斯库上海创新园 是巴斯库在亚洲最大的研发基地 在一二年就开业 并且通过一五年和一九年两次抗建 成为巴斯库在 这个地区的合作伙伴的创新中心 这次的 抗建亦都包括两座建筑物 配备新的设施和实验室 华会到时 会将那些技术被中国偷了 你知道德国 其实德国不说 不过德国内部应该有人说 就算索尔茨不说 德国双克 贝尔伯克和哈贝克都可能会说 当然 巴斯库就为了推进 化学研究 并且可以推出一些可持续法 可持续解决方案 巴斯库 中华区的总裁 兼董事长 刘建峰博士就说 巴斯库上海创新园的抗建 是我们公司在全球最大的化工市场 即是中国 既有一个里程碑 我们会 不断研发投资 我们希望扩大我们 在上海 的产能 就可以满足 中国客户的要求 特别是 电动车 还有 先进製造 即是创新 制造技术 和可载生能源方面 的领域我们都会涉足 巴斯库全球大约1万名研究人员 大约10% 大约10%在大中华地区工作 包括在上海的创新园 当然这些巨企距离差得你那么多 他们压力是大的 这些西媒经常写衰你的 你知道 就算 就算你没做坏事都说 你为什么要跟他同流合污 他的营运压力更大 你为什么要同流合污 你有没有想过新疆的人 有没有想过 信偶宗教的人 你有没有想过 BBQ人家经典会冒犯人 他这些人不说 好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